各位标迷你们好 又是我No.7 Watch 书仔 现在是晚上的7点多 书仔做今天的第四条片 第三支标的推介 这支标就是一支 Casio的 运动手标 先说这支标之前 为何书仔会选这支标推介 除了这支标是性价比高之外 最主要就是 农历的新年 未来的新年 大家都会吃多了 因为亲戚朋友会见面 亲朋友会见面 就会吃多了些东西 年糕 甚至乎休闻 会吃多了很多零食 很多小吃 甚至乎汤圆 年糕 萝卜糕之类 在我们做一些准备去预备的 新年之前 除了买年花 买新衣 都是一个重要的环节 就是买一支 运动标 预备自己做好运动 去减一减磅 不论在过年前或过年之后 要减我们吃多了要还 今天 所以猪仔挑选了这支 运动手标 运动手标 我自己觉得 最主要就是 够轻身 不要太重身 戴着不舒服 第二就是 要方便看到时间 很清晰看到时间 按下模式 很清晰看到时分秒 年月日 还有一样东西 就是不要太贵 原因是太贵的时候 真的不合适做运动 有时做运动 放下了 甚至乎撞烂了 都不会肉赤 而CASIO 我今天介绍这支手标 符合了我以上的几种条件 先讲一下颜色 从我外观开始 有这支泥色 这支咖啡的泥色 再加上了这个蓝色 这个蓝色 这个蓝色都挺漂亮的 一个白底黑字的液晶体显示 再加上了这个黑色 全黑色就比较型 一个黑底白字的 有三个颜色的配搭 先拿起了一支蓝色 介绍给大家 蓝色其实今天 在第二条片的时候 已经两个相 为什么呢 朱仔说了一个讨论片 关于交易时间 两地时区时间 而这支是没有这支错版的 它有AMPM 我们试试按下模式 按下模式 按下模式 闹钟计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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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去 stopwatch 这个st 讯计时 试试 start stock reset 84 dt Tennessee 再往 questo 再去 還有LED燈 我這次介紹藍色的白底黑字日力槍 有三種顏色 第二種顏色是黑色 黑底白字 用了樹枝的錶殼 樹枝的錶面 甚至樹枝的錶帶 銀色的按鍵 銀色的不受港按鍵 這個按鍵就是 我試一下按下這個按鍵 同樣也是有個按鍵在右上角 如果說這個燈 就應該是白底黑字會清晰一點 黑色就好像暗一點 黑色就暗一點 都有但暗一點 同樣功能都一樣 這個用了黑色的樹枝外殼 還有玻璃 即是膠鏡 樹枝鏡也是做了一個多邊形 1、2、3、4、5、6、7、8 其實是八邊形 一個八邊形的樹枝的錶殼 和樹枝的錶鏡 再加上這個錶帶 也是防滑 防線瘦的錶帶 一個膠錶帶 樹枝錶帶 也很軟熟的 樹枝錶帶 還有它不會降開 很貼手 帶上去 運動錶適宜輕身 所以用上樹枝的物料 再加上可以濕水 還有最大的賣點 這支手錶 10連電池 100米防水 這支錶可以游水 上山下海沒有問題 再加上10連電池 非常之方便 這個是黑色 上面也有CASIO的 Logo的油環 樹枝油環 還有樹枝的CASIO的針扣 上面也有雙Logo 就是有幻和針扣都有Logo 再看看錶底 錶底是四顆螺絲系的錶底 上面寫著Watermixit 10個巴的防水 Stainlessil Bag 中國組裝 一個拉絲的底蓋 拉絲花紋的底蓋 這個是黑色的 再看看這個泥色 我們叫泥色 卡奇的泥色 大自然的色系 上面也有寫著Well-time 100米防水 10年的Batry Life 一個LED燈 好 試一下按下 那個Mode 去到第一個版面 左上角這個按鈕 就是一個Adjust 按鈕 你看到它可以調校這個 8點、9點、10點、11點 可以調節的 有AM、PM 你看到它 也可以調校24小時顯示 去到現在是7點59分 7點59分 今天2月4日 同樣可以調校 59 2024 2月4日 好了 調校完之後 再進去 這裡寫著Sunday 你看到SUN Sunday 2024 2月4日 即是今天 7月7點59分 另外 按這個右下角 轉到19.59分 19.59分 左右2個按鈕 啡色也是做了一個白底黑字的顯示 上面也是一個金屬的 上面也是一個白邊形的邊框 另外你看到這裡有些坑草 也有些裝飾點綴 同樣也是比較貼手的設計 整隻錶的總重量是37克 非常輕身 按它的規格就寫37克 我試一下磅給大家看 磅出來是36.6克 其實跟它的官網很相似 37克 設定了第一次之後 全自動日曆到2099年 價錢便宜會不會時間不準 很多標迷都會問這個問題 每月時間標準不差值 正乎30秒 即是一天是一秒五差之內 都非常準確 6點位置寫著Water 100m Reset 100米的防水 右上角位置寫著10 year battery life 好了 試一下帶上手給大家看 標徑方面 先量一下標徑 標徑方面 標徑方面是38m的標徑 打斜度應該是41m 厚度方面是10.4mm 13.4mm 而Luck to Luck是44.8 試一下帶上豬仔 14.8小米手腕 這隻CASIO的運動標 真的很划算 用來做運動很適合 接下來過年真的要做運動 保持健康 好了 帶上手很貼手 看到這裡很貼手 還有一個防滑設計很有型 這隻是一隻啡色 啡色的 好了 先看看黑色 最後我們看看藍色的 黑色帶上手有什麼感覺 先感覺一下 標帶上手蠻舒服的 挺軟熟的 豬仔的手蠻幼 大到尾二尾三個洞 如果小過我的 覺得小過我的 都還可以收緊 OK的 不用擔心鬆緊度 這隻是黑色的 推介 黑面的 黑色比較帥 比較平衡 如果不喜歡平衡 可以選擇泥色 即是泥啡色 我自己喜歡泥啡色 第二我會喜歡這隻藍色 這隻 它又不是寶藍 灰灰藍藍的 藍色也挺漂亮 好了 豬仔推介多少錢呢 這三隻手錶分別 同一價錢的 168元 原裝行貨有盒 說明書保養證 做一年保養給大家 168元 豬仔各有五隻現貨 各有五隻現貨 喜歡哪隻顏色的 可以WhatsApp給豬仔 打給豬仔也可以 告訴我你喜歡什麼色 想在佐敦店裏還是荔枝角店裏 喜歡這條影片的標迷 記得按LIKE 豬仔需要你們的支持 如果還沒訂閱我的頻道 記得按鈴鐺訂閱 今天好像少人看影片 不知道是不是今天回家做節 很多人都跟豬仔一樣 昨天就回家做節 今天豬仔不會回家做節 下個星期四我才會再做節 希望你喜歡豬仔今天這隻運動手錶推介 新的一年 保養自己的身體 因為有新的開始 都要有好的身體去配合 喜歡這隻標的你 就可以WhatsApp給我 或者打給我 也可以在封面標題 有豬仔WhatsApp電話 喜歡豬仔的頻道的話 記得按鈴鐺訂閱 我們下集見 拜拜